从油画、水彩、水墨到复合煤柴 带您来欣赏台湾现代艺术家协会的年度大战 台湾现代艺术家协会由许中文创立并担任首任理事长 2014年获内圣部核准立案为全国性艺文团体 是源自2004年所成立的双和美术家协会 目前共有会员50位成员遍布台湾北中、南、东部及金门马祖地区 其中不乏政界与学界精英 协会以艺术创作、文化交流为中止 并致力于艺术教育推展 以游新世界台湾现代艺术家协会2019年度大展 聚焦于多元创新的艺术观点与表现形式 绘画无非是个人生命经验的彻底表现 画家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质 呼应夏卡尔所言 艺术里的一切应该对我们写意中的每个动作 对我们的整体生命 甚至我们的潜意识有所回应 秉持这样的精神与坚持 协会成员各自以其独特的艺术见解与手法 全是生命存在的独卓样貌 携手以艺术文化的力量 企图找回朴实价值 并希望借此机会 与各地民众及艺术同好交流学习 欢迎各界参观指教 共同为台湾艺术环境的茁壮 尽奋心力 十方新闻记者 蓝依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